1983年至1985年,在商县各厢出现怪事,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作,到1985年5月,向官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。 柔安乡叶庙村,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。 1985年5月16日,他起了个大早,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。 两人分手后,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,家人四处寻找。 5月27日黄昏,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,路过造纸厂时,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一廷,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。 侯愣正了片刻叫道,哎呀,神色变得严峻起来。 两天前,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.8元的麦麦草的条子来领钱,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。 侯问那人怎么回事,那人说杜欠他钱,一直赖着不还,在街上赌着杜长英,杜长英就把张借钱的条子给了他。 5月28日经侯一廷辨认,领钱的人是44岁的龙志明。 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志明,要带他去派出所。 僵持不下的时候,一个黑脸小伙上前,说正在找这人。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。 1985年元月11日,上官坊将某村、傅之书、江三河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,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,碰到了个头矮小的龙志明。 龙说他屋里有活,挖猪圈,一天五元,将独自去后,再不见回家。 其兄江银山从圣里游田请假回家,一直寻找到五月。 其间曾数次向地线有关部门反映的情况,均无回应。 5月28日,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,江家看见了要找的人。 持续数月的寻访,江家了解到,龙志明经常出没于西关火车站等处。 春节以后,还不迟得从市场上招走一些染女。 两支寻认队伍交换情况,感到事情严重,把龙押往公安机关报案。 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,赖着不走了。 此时是下午四点,杜江两家商量了一下,决定由江云山、杜长年等人看住龙,由王志龙、王玉堂去报案。 他们先是就进找城关派出所,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,就问龙是哪里人。 听说是西南乡的,值班员说,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,我们只管城里。 于是,他们跑到了城郊派出所,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,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,一个不知原因没在班上。 在班上的这个干警,家就在所里,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,听了王志龙和王玉堂的陈述他说, 人你们在城里抓的,江渡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,对吧? 那你们怎么寻找到城郊所来了? 王志龙和王玉堂互相看看,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 王志龙说,我们找城关派出所,可他说找你们。 他们说的,那就找他们。 二人无奈,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。 丝谋再三,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。 怎么又来了?城关派出所说。 二人念如道,城郊派出所说,人在城里抓的。 值班员看看表,五点多快下班了,问道,那人是啥地方人? 王剑的?王剑呀,你们找杨和派出所吧。 王志龙和王玉堂愣了半天,回到西关。 他们把江云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,把上述的遭遇讲了一遍。 杜长年大感惊议说,他们咋是这样的? 这时,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,不禁又张晃起来长大。 看,人家公安都不管,你们倒是凭啥了? 王志龙怒气顿声,冲到龙跟前,咬牙切齿的道。 杰长,看我无法你狗儿的打死在这里。 打呀,打死以后给我看看。 龙并不示弱。 江云山把王志龙拉过来,对大家说。 不要急,我想想,看到城里有没有个顶事儿的熟人。 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,有,而且是一个得力的熟人。 杜家有个老表,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,就在城里。 下午六点多,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了县公安局副局长董企堂。 董企堂认真地听取了杜江两家的陈述以后,当即把刑警队长王寇成叫来, 二人商量了一下,感到此事却非寻常。 如果仅一人失踪,与龙有关,倒也罢了。 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,都与龙有关,这里面就有问题了。 随决定将龙收审。 傍晚七点多,龙被带进了商县公安局御审谷的御审市里。 叫什么名字? 龙志明。 哪里人? 他们没跟你们说? 问你哪里人? 杨玉和乡,王健村人。 我是龙仙进。 什么? 我是有名的龙仙进,不信你们问问去。 王寇成打电话,询问杨玉和派出所。 看来对方对龙志明相当熟悉。 说龙的上述交代属实,至于龙的仙进称号也确有其事, 是现计划生育委员会1980年授予的。 接下来的询问十分困难。 龙志明并不否认他与杜长英江三河有过接触, 但他的供述来来回回就这么一段话。 杜长英的卖套条是我拿的,他欠我二十块钱,以后他去哪儿,我咋知道? 姓江的是我叫的,干完活就走了。 干了多长时间? 起个猪圈嘛,能干多长时间啊,一个下午就干完了。 他在我家住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就走了,以后他去了哪儿,我咋知道? 审讯陷入了僵局,不久局长周玉也来了。 他照例对龙志明宣讲政策,用严厉的口吻告诫他,要老实交代。 但对龙这一切辅助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,询问持续了三个小时,没有多大进展。 晚上九点多,城关乡发生了一起抢劫案,刑警王寇成走出审讯室,问周玉局长,这边怎么办? 周玉说,你留下来预审,我去城关乡。 一直到凌晨三点多,周玉带人从城关乡回来,这边对龙志明的审讯仍没有进展。 王寇成他们显得十分疲惫,抽烟抽得嘴都没了。 在过去的六个小时里,龙志明不断地说他是贫荣成分,是受政府照顾的移民,是龙先进,为计划生育做个贡献,等等。 似乎显得很可笑。 对此,后来地区法院一位对龙志明7人有着较深认识的法官分析道, 如果龙范是想用这些光荣的头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,的确可笑。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,龙范的用意是什么呢? 也许是想让审讯者在这番可笑的表演的可笑后边,看到他不过是一个老实愚笨的农民。 实际上到了凌晨三点,询问者不禁自问,这么一个矮小愚笨的农民,能干出什么事呢? 关?还是放? 他们犹豫起来,最后他们决定先把龙志明关起来。 明天到王健村龙的家里看看再说,凌晨四点,一到铁门把龙志明关进审讯室。 他随即嚷叫起来, 你们咋随便关人嘞?国民党吗? 壤生在敬业显得特别尖锐,又十分虚弱。 没人想到,在龙志明家中的发现,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 5月29日早晨,两名警察去杨和玉乡王健村,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,昏暗的像个底窖。 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,有几处好像被铲过,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,成屋子颜色,像血迹。 龙骑严书侠下肢瘫痪,行为古怪,一会儿会说,屋里没啥。 过了一会儿又说, 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,晚上我睡在炕上,听见外面有动静,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。 问他怎么回事,他又不说了,过了一会儿,他又没头没脑子说,我洗衣服,水红红的。 民警回到局里汇报后,下午派人手再赴王健村。 下午一点多,王寇城狗不云带人再赴王健村,这次动用了吉普车。 王健村地处商县城与南岭相隔十一华里的南青川,人口八百三十人,居住集中,在商县属大村大赦。 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公路,从村前经过,村庄坐落在公路南边的一块土台上,与公路相隔三十余米,这也是龙志民家道公路的距离。 因为那栋低矮的瓦顶土屋像王健村的照壁一样立在村口。 那栋土屋坐南朝北,门前偏西三米,有一株市树,朝南是耕地,顺坡市而下直至公路,其间无任何账目之物。 站在屋前,公路上的景物尽收眼底,同样,公路上的行人也会将屋前的景状看得清清楚楚。 屋东紧帮邻居,屋西是龙家的猪圈和厕所,唯有一堵半人高的土围墙,墙外是进出王健村的村道。 村道一端,蜿蜒通达公路,另一端在龙家东南角西折,从龙家后窗下经过,然后分成竖条直道,通向村庄的各处。 就是说这栋民宅的东南两侧,都临着人来人往的村道,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,会发生什么事呢? 这是王口成他们的第一感觉,龙家西乡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、柴草、空酒瓶、破布片等,用脚拨一拨才可以看到一片地面。 东乡更加黑暗雾着杂物充盈,一进门便碰到一脸蜘蛛网和陈旭。 搜查时,村治保主任说,龙的家里很臭,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。 刑警队长王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,他熟悉的死尸的腐味。 就在这时,在堂屋和屋外的干警们,突然听见东乡房传来一声骇人的惊叫, 接着赵新田跌跌撞撞地跑出来脸色惨白,一双充满恐怖之色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大家, 指着东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众感情涌进东乡房。 黑暗中,渐渐看见王口成站在那里,几件除绝铁锹倒在他脚前。 再往前是一堆散乱的麦草,草下浮现出一句,不,是两具相拥在一起的落实。 好狗日的,王口成说。 警方停止搜查,封锁现场,看守所被要求把龙志明铐起来,并加上脚料。 两具尸体中,一个是杜长英,但另一个并不是江三河,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。 在返王建村展开第三次搜查,警方人员在东边门上的柴草后,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。 里面装着一具女尸,死者年约五十,也不是江三河。 与此同时,看守所里仍不识想见龙志明的吵嚷声。 我是龙仙进,刘县长亲自给我发的奖来。 石宝贵不禁在心里抱怨,咋给我弄这么个火啊,也不说咋办? 电话铃响了,是王口成的声音,没容石宝贵开口,便传来王口成凶狠的嚷叫。 把龙志明给我靠起来。 咋啦? 靠起来就靠起来,把脚料夹上。 请往回头再说。 完了,龙志明在哗哗啦啦的脚料声中,摊坐在地上。 想着他脑记得就是完了二次,然后脑中一片空白。 他们发现那个塑料袋子。 他想,不用说,不用说发现了,太容易发现了,就在眼皮子底下。 他们打开房门时,稍用点劲儿, 左边的一扇门就会被塑料袋子反弹回来。 引导他们去搜查门后,他们先看到的就是一架车轮子。 把轮子一搬,塑料袋肯定是这样被发现的。 他们发现杜长英了嘛,他倒希望他发现的是杜长英。 如果先发现的是李云,公安和杜家自然不会把守。 如果先发现的是杜长英,与杜在一起的还有一个,就两个吧,两个总比三个少一个。 这样一想,龙志明觉得他们发现的不是李云,眼皮底下最容易被忽略。 他们找到的可能就是那两具相拥而握的尸体。 用麦草条子兑换现金,这才实实在在是让龙志明后悔的一个举动。 他怎么会知道出纳是杜家的老表呢? 5月24日,就是他杀掉杜长英的第九天,他往县城去,路过造纸厂时他站住了,麦草条子就揣在他怀里。 他曾犹豫了一下,不,犹豫了好多天了,要不要把这张条子换成钱? 直到5月25日去县城时,他还没有做出决定,他从造纸厂门前走过来,走出几步又站下来,摸摸怀里的纸条又折回来,把一块八毛五分钱揉成纸袋,撒到丹江或南清河里吗? 他才不会干这种疯事。 他在造纸厂门前转来转去,已经被门口卖凉粉的小贩注意到了,如果再不进场,会让小贩起疑心的。 近来不知为什么,他有一种不论走到河地,都被人注视的感觉。 他走进场里,如果出纳不在就算了,过丹江时把条子扔掉算了,可出纳偏偏在。 你哪拿别人的条子来领钱呢? 你哪知道? 杜长英是我老表。 他大吃一惊想收回条子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 走出造纸厂,他出了一身虚汗,庆幸自己那番谎言编的还算糊润。 现在想来,灾难的日子不是在昨天5月28日,而是在5月16日。 16日的前几天,他身上很难受,心慌,夜夜睡不好觉,因为长时间没有往家里叫人。 16日那天,他在西关和西关长途骑车站一带转悠了几个来会儿,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猎物,心想今天算球了。 转回西关时,遇上了杜长英。 这可是熟人哪,还到他家去过来。 农志明上前搭讪,问杜长英现在在屋里弄了点啥事。 杜说,啊,砍了十几口猪,也叫养殖专业户了。 农志明冷冷的说,这二年都成专业户了。 同时心想,熟人又咋。 想起夜里的心慌劲,他跟上杜长英,问杜到集市场买啥。 杜长英说,啊,想给猪啊,寻思点豆饼,可是没寻见。 龙心想,他身上装着买豆饼的钱来。 嘴里说,现在人都吃菜油,你去哪儿寻豆饼来? 杜说,就是,到了集市场才想几道茬。 龙问他还有啥事? 杜说,嗯,没有啥事了,转转就回去。 龙说,转啥?转也是白转,跟我回去,帮忙把那点羊鱼除了。 你知道,地里的活儿我做不动,媳妇又是个贪呐。 杜长英说,你拿啥复工钱啊,我可是只要献钱。 献钱就献钱,做一天三元,咋样? 你有钱?杜长英疑惑的问道。 龙志明说,咋?只信你有钱? 前几天我才懒了个活儿,给人家收了一门亲,我和你一样,只收献钱的。 杜长英向街上张望了一回,嘟囔道,得给我哥说一声来。 怎么?和他哥一道出来的。 龙志明犹豫起来,杜长英却说,算了,咱走。 到了龙家屋前,杜长英不肯进去,说,我不进去了,你看你把屋子弄成啥了,臭得跟茅房一样。 龙志明心想,你小子死到临头,还嫌这嫌那里,再过几天,你会跟着一块儿臭了。 到了杨鱼地,杜长英又闲谈他,你看你把地弄成啥了,草比杨鱼秧子丑。 依我说,就甭除了,绿绿的一块草地也好看,除了草,杨鱼就没几颗了。 龙说,除你呢,那么多废话了,我给你烧水去。 那时候,午后的太阳正红,龙志明蹲在门前,蜜眼看着养殖专业户在坡下的地里给他白干,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做财东的感觉。 夜里,他照例用那把老爵干掉杜长英,从身上搜得买豆饼的钱和卖草条。 还有一个失误,让他们同时发现了两具尸体。 如果仅杜长英一具尸体,龙志明还有回先的余地,他可以编造个故事, 说杜长英不是个东西,连他的瘫瘫女人也不放过。 他不砸他砸水。 他们若问严书霞,那个半傻的瘫女人,想必也说不清楚。 反正他让不少来客睡过,睡他的都是睡,在他的脑子里是一本糊涂掌。 可是稍后几日,他把收购酒瓶的小伙的尸体往杜长英身边拖的时候还说, 来,给你找个伴。 如果5月24日与造纸厂出纳侯一亭的遭遇在先, 他就不会再把收购酒瓶的小伙叫到家里来了。 实际上,那一块八毛五分钱让他心慌了好几天, 花钱花别的钱而不敢花那一块八毛五分钱。 好像那钱跟反送标语一样,一出手就会被人抓住。 猎杀收购瓶小伙,是在造纸厂遭遇的前两天, 杀掉杜长英的第六天,5月22日。 那天早上他一醒就想,今天得收拾一个,念头一生就控制不住了。 好容易挨到了下午四点,再也挨不住了。 他离开王建村,顺公路向东走去。 四点多,县城的集市一散,再去城里已经无意了。 走到哪里是哪里,走到南琴桥南,他停下来。 不久一个小伙从桥北走过来,有十六七岁,肩上扛着一只尿素口袋。 有一些瓶子在里面响,龙志明一眼就看出了他操的营上, 并知道他在城里游走了一天,一将锁货卖给废品回收站。 代理的几只瓶子是回来路上收的。 他走上前去,跟小伙子打了个招呼,然后与长者的口吻数了道。 我看你娃也是个下不了苦的,才几点就收拾了摊子往回走啊。 小伙子憨憨一笑说,哎,收不下嘛。 龙说,你只会把眼往城里瞧,就不知道去乡下转转。 小伙子说,乡下更收不下了,他要的是啤酒瓶。 龙说,乡下人就不喝啤酒,现在乡下人也用啤酒代客了,没有城里人喝的多就是了。 城里瓶子多,收的人也多,所以你收不下,乡下瓶子少,收的人也少。 你想,从过年到现在,一个村子攒的瓶子还装不满你的口袋? 一席话,说得小伙子两眼放光。 今天还收不收? 龙问,收,有了就收嘛。 那好,路也不远,跟我去王建村去。 前几天村里还有人说,咋不见收酒瓶的人来了? 为打消小伙子因他的热情而可能产生的疑惑,龙又说。 书只是为给你帮个忙,一个瓶子,我只提五厘,咋样? 书要不是力气不借,也想做这营生了,并且常常叹息一声。 回到王建村时,是六点多,小伙皱着眉头,在龙的堂屋里喝了一碗水,便起身要去村里。 龙说,不急不急。 小伙说太阳都快下去了,这时龙不留神脱口而出。 今晚你还想回去? 咋? 小伙一愣,眼里闪过一丝疑惧,不由得抓紧那只尿素口袋,仿佛这个矮子说,要的是他的口袋。 龙自知诗言,随即咧嘴一笑说,这娃,书还能把你咋? 我是说这一阵,人都趁粮在地里,你找谁收瓶子? 要收瓶子人回屋吃夜饭的时候,收瓶,天就黑黑的了。 看见小伙不好意思的笑笑,龙志明松了一口气,心想,最近是怎么了? 说话做事没有过去沉稳了,比如杜长鹰,就不该傻。 小伙说,那我这儿做啥? 龙说,帮叔把猪圈骑去吧,不让你白做,五里的分成,我不要了。 吃过晚饭,他对小伙说,你也做罚了,我替你去村里吆喝吆喝,让大家把瓶子送来。 小伙的是做罚了,已在造火的墙上,只是嗡了一声。 龙志明在村外转了一圈,进屋刚想说,一会儿人就来,却见小伙子已经在造前睡着了,脚边摆着几只瓶子。 是他给寻的瓶子,他往西乡炕上看了阎叔侠一眼,冲他笑笑,算是对他的褒奖。 这婆娘,也知道先用几只烂瓶子稳住小伙儿了。 但是阎叔侠突然说道,他还是个娃嘞。 把龙志明吓了一跳,他恶狠狠的瞪他一眼,示意他闭嘴。 然后回到川堂,小伙还在含水,并发出阵阵的憨声。 龙志明从脚下踮起一只瓶子,一只大个儿的葡萄酒瓶子。 他想,还没有使过瓶子来,试试看,咋样。 就在瓶子落下的瞬间,小伙子突然睁眼,直到被他击倒,他双眼才完全睁开。 而江三合死得也很惨。 他叫江三合来,其实就是叫他来挖那未挖完的石坑的。 在西关车站,起初他乡中的并不是江三合,他老远就看出江三合是那伙从山外卖工回来人中的头。 一问果然不差,村支部书记,复原军人,这样的人,他哪敢要呀? 他乡中的是另一个,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神的那个。 但是江三合却挤到了前头,那时龙就转了个念头,就弄个有身份的人试试。 到了王建村,当他要江三合挖那个坑时,江说,你不是要起猪圈吗? 龙说,猪圈自己起算了,先挖萝卜叫。 江三合果然不像刘青娃那样憨实,他说,你屋里咋是这样的? 怀疑屋里穷得不像个家的龙是否出得起工钱。 干活的时候,江三合东掌希望,也许自觉给这样的穷户干活,有失身价,自尊心受伤,所以干得懒洋洋的。 不时吩咐龙志明地一烟倒水。 有一阵,江三合突然说,我咋觉得这地里阴气很重呢? 吓了龙志明一跳,啥阴气? 党员还迷信嘞? 春节前夕,村里人在村口进进出出,办年货,走亲戚的。 偶尔有人问他,咋这这儿挖窖了呀? 更多的人只是看一眼结果,招呼也不打。 因为江三合是个有身份的姑姑,龙不像刘青娃娃坑时那样坐在门槛上,享受做财东的惬意。 他得做点什么? 顶把桥,把江三合撂上来的图往外翻翻,心里却在念叨。 复员军人给我做活来,织布书记给我挖坑来。 这时,一个念头突然从龙的脑子里冒出来。 这念头是由他的念叨转变来的。 织布书记给他自己挖坑来。 这念头让龙吃了一惊,随即被他迷住了。 叫江三合来,是让他挖坑,是否干掉他,龙还没有拿定主意。 照看江的命大命小了,坑挖成,估计也就天黑了,江三合就得在龙家住一夜。 如果江肯在堂屋弄个草铺睡下,就算他命大,一夜相安无事,第二天刻刻机器送他上路。 对江三合这样的人动手,龙是很胆怯的。 如果江三合嫌堂屋龌,想到楼上睡,而楼上放着具尸体,江三合就没命了。 龙清楚的记得那一幕,当江三合刚攀上梯子准备上楼睡觉时,脑袋就挨了一绝。 也不知道龙在哪一瞬间,心切手软,还是江三合命硬,一绝没有将江三合击倒。 只见江三合趴在梯子上浑身颤抖,抖了好一阵子才倒下。 过后龙志明也抖了起来,喃喃的说,到底是个有身份的人嘞。 龙家门后的女士已被认领,其名李云,五十余岁,商县居民,丈夫在西安某服装店任经理。 李云的户口转至西安,因在西安生活不习惯,又回到商县。 李云的邻居回忆,五月二十六日那天,称他去买鸡娃。 这与龙的共输一致。 结合龙的诱杀杜长英的过程,和江家提供的江三合的失踪经过, 侦察人员判定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是龙经常出没的地方,并做出如下推想。 如果有铜案犯存在,龙就是他们派出的锤吊者,先由龙把猎物诱回来,然后由铜案犯杀掉。 龙志明,元系商县人质公社,龙匾子大队人。 1974年春,因建设南秦水库,移居杨玉河,矮小猥琐,游手好闲。 1997年冬天,他将一痴呆女子遍至家中,关在楼上,兼肃数日。 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。 1978年,龙在亲戚的撮合下,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严书霞结婚。 婚后生活更为艰难,欠生产小队口两款180余元,队里催药,龙不理不睬。 又引起时常咒服夜出,村中人很少与之来往。 三具尸体的发现,意计引起了轰动。 全村的老少清朝而出,前往围观。 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,民警划出保护圈。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、公安局长, 以及商洛地委、刑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。 民警带上警犬,再次搜查龙家,没有新的发现。 据村民们讲,龙家门前有一个萝卜轿,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。 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 严树下向民警指了萝卜轿所在的位置。 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。 一个民兵挖了几桥以后,挖出了一些包裹叶。 薄薄的土层下,是一层包裹杆。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,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,清理出一个长三米,宽两米的场地。 揭开包裹杆,竟然有八九具尸体。 是以马柴火的马法,投足彼此交错倒置,整齐而紧凑。 但从边际可见,下面至少还有一层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。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,暂停勘察,立即上报省厅。 一个排的武警,合枪实弹封锁了埋石现场,另一个连在城内随时待命。 军分区独立连溢出于警备状态。 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。 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,挖掘工作重新开始。 起师,照相录像。 编号登记,解剖。 黄昏时,从这埋尸的时间最晚的三号坑挖掘出尸体,升至二十具。 到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点,三号坑清理完毕,整整三十三具尸体。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,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。 然而,继续勘察,二号坑又被发现了。 二号坑在东侧猪圈内,长两米,宽一米,深一点五米,掘出八具尸海。 放置方式与三号坑如输一辙,但遇害时间更早。 六月五日,在龙家厕所东墙下五十厘米处,又发现一堆已经完全古化的湿海。 经过整理鉴定,是一号坑。 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建村涌来,从五月三十日开始,用王建村一位村民的话说,就跟耿苗会一样,一周时间来了不下十万人。 五月三十一日白天,当发掘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,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。 人群里大放悲声,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,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识,军被武警拦截。 这样一来,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,哭闹,指责,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,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的骚乱。 到了下午,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公安局门前,要求领导出来说话,要求认识。 但是,其中有人鉴于四十八人被杀,而事前竟毫无察觉这一点骂道,养了一群白吃饭的。 事态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呢? 地县党领导十分担心,联系到商落地区的相对落后,贫困,联系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或紧张和淡漠的干群关系。 聚集在县局的人会不会走上街头,从而影响更多赶往王剑屯看热闹的人,加入他们的行列呢? 上周人忠厚淳朴,但谁又能预料会出什么事呢? 为此,李庆伟指出,群众有怨气可以相见,要热情接担,耐心做工作,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,平息他们的怨气。 对于侦察的一个重要环节,辨认尸体及遗体的工作必不可少。 问题是如何辨认,在何处辨认? 技术部门的勘察工作上未完结时,不可能让群众介入其中辨认尸体。 以往的人命案,辨认尸体都在尸库,而此案的48具尸体不可能移送尸库。 本县也没有如此容量的尸库,就地辨认,当着成千上万围观者的面辨认吧。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? 死者亲属哭天嚷地,围观者会借机用到跟前,可能存在的同案犯会趁乱做手脚。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,成立了一个接待处,专门接待有亲属失踪的人家。 请他们讲明情况,进行登记,发给证件,告知其等待认识。 龙家东侧两坑的尸还不可辨认。 七大坑被辨认出七具,加上屋内的三具共辨认出十具,而大部分尸体只有通过遗物来辨认了。 出于种种考虑,辨认遗物的地点放在了西聚王建村仅一华里的洋芋河乡所在地。 香院内,横空扯起了几道铁丝,上面搭满了从农贩家中搜出的衣服。 有的可以看出已经洗过,但血痕犹在,这些衣服几乎没有一件像样,或质料低廉,或破破烂烂。 抖掉尘埃,可见许多衣服的领口和肘部、漆部早已被磨破。 一看便知主人是中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,血也一样,几乎没有皮血,大多是布血和已经过时但为农民喜爱的仿军用交血。 这些遗物看来,颇令人心酸。 一位观者探讨,看来他们都不是享福的人呐。 而后来龙范谬说的三不杀原则,之所以在民间流传,并为许多人所言,也与杨玉和乡院内铁丝上的情景给人留下了印象有关系。 辨认遗物的人来了,有的人一进门便大放悲声,有的人默默地走进来,直到他们在遗物前突然哭嚷,人们才知道,他是苦主,而不是看热闹的。 但他们进门时的紧张是共同的,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东西会在这里找见吗? 每一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向神灵祈祷,不要让他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。 在接待处登记报尸有一百余家,死者的数目是四十八人。 这就是说,其中有一多半失踪者不再次劫难住。 但一百多家登记报尸人家,赶往杨玉和时,百分之百都抱着侥幸,抱着希望。 所以进门就哭得不多,大多来辨认遗物的人,起初都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是来辨认遗物的。 他们走进了院子以后,远远地望着那些像挂在旧货市场上的东西。 那样的鞋穿着的人多着呢?或者,过去了这么长时间,谁还记得准他走时穿的什么? 直到事实铁板钉钉一样的摆在面前,他们仍在寻找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,想着想着便捅好一手,会一言不发地昏厥过去。 没有认出什么来的人,离开铁丝远远蹲在一边,脸色苍白,心扔在站立,是不是翻看得太粗疏了? 但不愿再去查看第二遍,又不得不去查看。 真的没有,真的没有,咱娃不在里面。 心中像留在家里不敢来的家人抱信,同时又仿佛听到家人在心悦之鱼,又小心翼翼地发出疑问,是不是所有的死者的遗物都在那院子里? 没有被龙贩处理掉的吗? 末了他捂着脸乌液起来,你到哪里去了呀? 有三十多个遇害者被认,其余的则成了无主之魂。 龙志明夫妇是怎样杀人的呢? 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,1983年3月时,龙游荡于商县汽车站、广场、东西城门口、燃金桥头等处, 以介绍对象、高价雇人做工、免费住店等为名。 先后将游散他乡、外出干活人员和痴呆傻哑者共48人,男31人、女17人诱骗之家庄。 先令其为他干活,待夜晚入睡后,部分由妻妻照明,龙用掘头猛击头部, 个别为弃绝者用锥刀刺其胸部或颈部而亡,并同其妻脱掉遇害者衣服,搜寻财物。 连死者的长发也剪掉,藏于床下,尸体于深夜无人之际掩埋在院内挖好的土坑里。 近1985年,龙志明就疯狂杀死36人。 其中一次,龙杀死阎百姓夫妇及其两岁的幼儿阎小剑三人。 特别恶劣的是,龙又是罗某某、王某某、杜某某等三人, 先后与他的妻子阎书霞发生两性关系,然后趁其熟睡之际予以杀害。 龙在杀害的48人一兜内,共搜得人民币570元,手表6只, 死者的全部衣服已被掠夺。 赵村仁少根是从龙爪下逃生的人,他回忆道, 就是去年,记得是秋天,就是秋天, 弟弟的包裹棒棒都多大了。 我去王建村看电影,看完电影往回走, 走到村口的时候,一堵矮墙底下呼地站起来个人, 吓我一跳,我还当是一条大狗,一条大狗站起来也就嫩狗, 不是龙志明试水,就是他,他问我是哪个村的, 我说赵村,他说天黑成啥了,你还回去啊, 我说我不回咋办,在黑也得回嘛, 他让我睡他家,说他家有活干, 当时我还想,今天晚上是咋了,运气嫩好, 看个电影还有钱挣,我说我没跟家里说呀, 他说那怕啥,咱这地方,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, 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,不算啥事, 这话倒也是,不是寻见了活干, 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奖,家里还能咋想, 那就住下吧,等我一进他家, 天也,我说我家脏, 他家还要脏十倍来, 也不知道是啥味儿,一阵一阵的, 比茅房还强人, 我就没脱衣服,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, 天一亮赶紧走, 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, 做啥活来, 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有害我, 我不是现在屋里难闻吗, 夜里我起了好几回, 吸了好几个眼, 他巴上是看我睡的不踏实, 没机会下手, 给龙家挖出三号坑的凉铺香, 刘河村村民刘庆娃也属于幸运儿, 梁铺香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, 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, 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, 警车一出现在门口, 就有一个小伙呼的站起身来, 离开人群, 慌慌张张的闪入了一条巷子, 当侦察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, 追到刘庆娃家时, 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, 浑身哆嗦, 不等询问他就嚷, 我没干啥, 我只是给他挖了个萝卜脚, 侦察人员当即把他带走, 令刘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, 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,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, 有一天一个穿了一身黑熬的矮个子汉子, 寻到刘家门上, 见了刘母就长他姨, 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, 刘母正纳闷, 刘庆娃从屋里迎出来, 告诉母亲这人姓龙, 家住在王建村, 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, 认识几天就成朋友, 又一副油嘴滑舌, 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, 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, 刘庆娃说, 人家就凭嘴吃饭来, 装给收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, 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, 刘母高兴起来, 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, 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眼, 银走又塞给龙武员钱, 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, 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, 吃喝乱说罢了, 侦察人员告诫他, 这可是天大的案子, 北京都来人了, 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, 刘母又讲了一件, 对他来说不讲也罢的事, 龙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, 与刘庆娃同宿, 睡得木板床, 第二天龙称, 她是睡觉感冒了, 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, 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得热炕, 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, 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, 她觉得不妥, 说晚上给他夹一床被褥, 但龙执意要睡炕, 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, 刘母看他四十岁, 他六十余岁, 乡村里男女老少睡在一张炕上, 也是长事, 便没有在意, 他睡下了, 不料半夜里, 龙志明爬到他身上, 他先也先不动, 又不敢叫嚷, 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, 与他素有矛盾, 怕被听见, 又怕惊醒孙女, 无奈只好忍辱从之, 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, 走时还向刘情娃要没礼, 刘情娃向母亲要钱, 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扶走, 掏出五元钱塞给刘情娃骂道, 看你教的啥人哪, 对刘情娃的调查是在宪局进行的, 除了龙犯枪奸刘母的事, 对龙在刘家的活动, 刘情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, 没有太大的出入, 由于寻媳妇心切, 当时他并未把母亲不要和这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, 他不断跑到王建村询问提亲的情况, 结果在今年腊月间, 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, 他做了两天, 挖了门前的萝卜轿, 挖轿之前, 龙志明用石灰打了线, 并叮嘱刘情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, 刘情娃当时曾想, 挖萝卜轿嘛, 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啊, 还打线来, 心想龙这个人做事很讲究来, 挖轿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, 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, 碰到了一块大石头, 掘出石头, 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一段, 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, 刘情娃看着像人骨, 就嚷, 老龙老龙, 这地里咋还埋着人来, 龙志明从屋里跑出来一看, 脸色刷的白了, 但他很快遮掩了过去说, 那是老坟吧, 第二天龙就打发刘情娃回去了, 刘情娃最后说, 想想真让人后怕, 当时我要是再多问几句, 龙志明还能让我回去? 刘情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, 由此可推断出, 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, 是在199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, 但基本可以排除刘情娃的同案嫌疑, 在此期间, 姓女儿还有其他几人, 某村的几个民兵, 在事先为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, 就用一辆首幅拖拉机将一名妇女当作嫌疑人压送到县里, 民兵说, 村里有人曾看见龙志明去过该妇女家, 该妇女名叫金百灵, 四十余岁, 寡妇, 以后该女身上多了一件半新的绣花粉红色的确凉衬衣, 金百灵面色如土, 哭不敢出声, 满眼泪水, 他说他与龙是去年二三月间在燃琴桥上遇到的, 龙让金给他家洗衣服, 称他是收购旧衣服的, 家里有很多旧衣服要洗, 当时竟然有其他事为去龙家, 后来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, 但是一个月之后, 龙按金给的地址寻到了金家, 这一次龙没有提洗衣服的事, 却说想给他寻个婆家, 临走时送了他一件据说是收购来的衬衣, 以后他和龙再也没有见过面, 金百灵后来的窘境证明该村民兵的举动是轻率的, 回村以后, 民兵们对村民们说, 金没有事, 龙想骗他, 没有骗成就是了, 然而村民却不这样想, 既然龙贩去过他家, 他也接受过龙给他的衣服, 他不是个寡妇吗? 于是金百灵背上了龙贩的乡好的污名, 遭到了村民的白眼, 连门都不敢出了, 金百灵气不过, 到村干部家里闹, 让给他平反, 村干部为难的说, 没人给你定个啥罪吗? 有啥烦可平啊? 金说, 那我遭那么大的罪了呀? 天天缠着村长, 要给他恢复名誉, 闹得村长叫苦不迭, 他为什么杀人? 专家说, 谋财, 获取劳力, 满足性要求, 到后期演化为杀人成也, 现年57岁的李国学, 难忘令万人空向的体育场公判大会上, 龙质民夫妇被宣判死刑的壮观场面, 他搞不懂, 这天杀的龙质民, 为何要杀这么多人? 实际上, 这也是当初令侦察机关, 颇为费解的问题之一, 龙质民杀人时间之久, 绝非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人, 所能承受的, 用48条性命, 仅换得57元钱, 匪夷所死, 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同处一室, 深夜孤独一人把一具具尸体搬出, 然后有条不紊的排马整齐, 更不可思议。 当时陕西省, 为设立司法精神鉴定机构, 侦察机关, 从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, 请来了有关专家, 对龙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测试, 经一天时间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量, 及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调查, 专家认为, 一, 龙犯无任何精神症状, 二, 反应敏捷, 回答问题清楚, 在人类智能中属聪明人。 专家与龙还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, 你为什么把受害者的衣服都剥了? 人死了还穿啥衣服呢? 为什么把衣服洗了? 洗干净了穿起来没气味? 为什么把死者头发剪了? 我听人说过, 人死了啥都化, 就头发化不了, 如果连头发一起埋了, 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都是谁? 你把头发留着, 不是等于留着罪证吗? 我想等散多了, 卖钱来。 你为什么把尸体码得那么整齐? 不占地儿。 五百七十三元, 四十八条人命, 平均杀一人, 只得十几元, 这个账你就不算算? 有钱的人咱叫不来, 能叫来的人身上都没啥钱。 你和死人住在一栋房子里, 就不怕吗? 怕啥呢? 死人也是人嘛。 你杀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吗? 要说不害怕, 那是假的。 有一次我在楼上杀了一个, 睡到后半夜听到屋里有响声, 噗通噗通响。 我心想, 这是咋的? 莫非有鬼? 可是共产党说世上没有神鬼吗? 我爬起来, 把灯点上, 端油灯的手指抖, 你想我咋办? 我背诵着下定决心, 不怕牺牲, 排出万难, 去争取胜利。 等我爬到楼上一看, 你猜咋? 原来地角有一块烂塑料布, 那死鬼的血从楼缝里滴下来, 砸在塑料布上的响声。 我就找了一个盆一接, 躺去又睡下了。 医学专家认为, 明显可见龙的杀人, 是有其实际目的的。 一是谋起财物, 二是获取劳动力, 三是满足性要求, 到了后期演化成为杀人成也, 从杀戮中获取快感。 关于杀人原因, 龙之民自己也有供述, 在对龙贩的一次审讯中, 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贩, 除了573元, 是否在别处另一有赃款时, 龙贩回答说, 不用再问了, 就那573元, 我杀人也不只是屠材, 我是为国家出害了。 什么? 不用三不杀, 龙继续说, 一不杀科技人员, 二不杀国家干部, 三不杀职工工人, 我只杀残废人, 只杀愚昧无知, 憨憨傻傻傻。 语经四座, 不论龙出此言, 原因何在? 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, 弃虐之言, 龙贩认为, 那三种不杀职人之外的人, 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职人, 但调查结果证明, 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, 除少部分智力低下, 和有某种残疾之外, 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, 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, 是农家顶门利户的人。 公安部研究人员深入调查龙的家族, 其成长史后, 拿出了一份犯罪研究报告, 有助于我们了解龙的杀人经历。 龙六岁, 其妹三岁时丧母, 基于传宗接待的观念, 其父浇灌放纵了, 去地里干活用背笼背着, 但龙在同学中年龄最大, 个子却最小, 师生均看不起他, 多次遭同学恶作剧戏诺, 文革期间龙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, 抄家批斗干部, 倾泻了平日的怨气, 然而好景不长, 村里成立了阁卫会时, 龙差点被揪出批斗, 其组织随之瓦解, 龙少年颇好学, 常借月光读书, 但寓于历史环境, 学无所用, 受挫后便一直消沉, 自保自弃, 曾自编一首充满自嘲的打油诗, 为己征婚, 最后因自身条件, 只取得一个残疾女子, 龙心血恶劣, 出境孤独, 在社会上没有朋友, 龙迁到王建村后, 经常借口这病那病不出宫, 出宫也不出力, 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动力全年完成基本功400个, 龙所做却不到100, 有时还给自己偷家公分, 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懒得去背, 常由队上派人送到家里, 王建村群众帮助移民盖心房, 龙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装病, 1982年,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, 龙靠混工分吃大锅饭过不成, 走上了另一条道路, 现在一般认为, 龙志明最初只是因为自身体弱, 老婆又是贪子, 两人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, 所以从外面请一些人来帮忙, 但龙家非常贫穷, 不可能付得出这么多的雇人的费用, 龙当时可能歹念突起, 将这些搬工的人杀死, 这样就不用付钱, 谁知道杀死几个完全没有动静, 公安局跟不知道一样, 龙胆子越来越大, 开始毫无忌惮地杀人, 并且杀人杀出来隐, 这属于标准的杀人狂的表现, 就比如杀死其中很多人, 其实一没有得到钱, 二不畏劫色, 三也无冤无仇, 完全是为了杀人而杀人, 陕西省公安厅及地线刑事技术人员, 反复对现场进行勘察后, 提取各种证物, 1006架对48具尸体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, 将其死因、年龄、性别以及被害时间做出了科学鉴定, 对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进行了气味鉴别, 照印照片3800张, 为辨认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证据, 1985年8月30日, 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, 将农志民夫妇提起公诉, 9月20日, 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急刑, 二人提出上诉, 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, 维持一审判决, 9月27日, 龙岩尔范被处决。